我们为呼噪的新闻装上笑弹 为你以贴地的方式 唱谈时事 Chill好听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为你呈现的就是 Chill好听 好 首先介绍自己 我就是用声音驱走负能量的阿水 今天我左手边的有 大家好 我是阿乐 大家好 我是造线吴马虎的马公子 我是苏仔 在未开始节目之前 我愿请请求或衷心请各位听众 大家Superfans like share 留言今天这一集 今天这一集都是关于游客的事 但就不是我们之前的集数说的中港旅客 是另外一些都是说普通话的 所以有见及此 我决定考下我们的主持人国语 不如就苏仔用国语讲一下这一宗新闻的详情 好 我尽管试一试吧 是 窮不请人 在神边 难有不知醒 去不成迪斯尼 是问南话 我愿意问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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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努力的了 恐怖语人 算是 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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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剧 不如你 你不如说 辛苦你了 这一宗是恐怖情人来的 这宗是 都是说普通话的旅客 就是台湾来的 早几天就发生了 正常人 周居劳顿 不知醒 在所难免 是 他就去不成迪斯尼 但问题 真是恐怖 发生什么事 首先 台女就生气爆了 生气爆了 今天全情 不生气 但是他有 生气有没有原因 例如 我们打算10点出门口 吃完早餐 12点前 又在1点到 还是不是 他一起床 下午4点 我估计应该是 遥极不醒那些 遥极不醒 还是什么 偷偷地关掉大家的电话 闹钟 不去迪斯尼 借些耳朵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 但是他们就因为去不成迪斯尼 全天就进入冷战状态 在酒店 不是 有外出逛逛逛逛 吃个饭 总之就是 今天行程就定了是迪斯尼 但是就去不成 这样就不拒 是 接着发生了什么 接着吃完饭 晚上吃完饭 就回酒店了 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是 接着双方就吵大架 嗯 接着之后 继而动武 对了 就真的继而动武了 女儿生气得用剃鬚刀 割男友的背脚 背脚 接着之后最夸张一点 真是最夸张 他用眉刀 总之换了其他武器 真的其他武器 就弄到什么 就用眉刀了 他就自残自己 刺自己 那我看看刺什么部位 他没有说刺什么部位 那眉刀应该是刺自己的眉刀 眉刀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什么刀仔玩的 剃眉刀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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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惊动了酒店的职员 报警 接着就逮捕了女儿 女儿就被人暂裂了 就这个伤人和企图自杀案 那他们去不成迪士尼 都去了警察馆一天游 那不是啊 不是个个都去过的 就是你去旅行 现在就看了 真是幸运了 我解释了人命 但不过其实 可能去过几年 如果他们还在一起的话 是一件笑话来的 应该就笑不出了 可能都分手了 到你这对的情人 到你白头到老的时候 就拖着大家的手 他好像想说二句 他好像想说白头 不知道做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想多迪队香港 你弄个皮肤迪队我 是不是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你身边认识过的女朋友 有没有试过你觉得她都像 你觉得是不是很严重 你真的不去迪士尼 其实只是看一个个人 有时有些东西 你觉得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男方 就觉得不重要 没有很简单 我认识到迪士尼 大部份的男方 都觉得很不重要 女方就觉得 一身人 只有一次这个机会 去迪士尼 因为只有这一天 很难就有这一天 对不对 但他又没有说 如果他的酒店 是迪士尼酒店 那样很严重 出门 不是 不是 在旺角的 出门楼就是 就是这样子生气 就是这样子生气 是 晚上回来又放了烟花 就生气了 是不是 是吧 但你们有没有 女朋友 曾经的女朋友 听闻的女朋友 就是有这么大的脾气 有 有 有几个 就是你 有几个故事 有几个故事 我的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我的朋友 由最不严重的开始 好吗 好 你说两个吧 不严重 不严重的就是 只是听朋友说的 不是我 可以 很夸张 那时候 大卡转小卡 电话SIM卡 正常 因为要去电话店剪 因为如果不是 你剪壞了 就分裂了 对了 接着之后 那个女孩 就 因为转身电话 接着之后 将大卡 就自己徒手剪 剪 用剪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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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剪 他有个金色位 哇 他只剪剪金色位 好 好 那行不行 那当然不行 那有没有补救方法 没有补救方法 没有补救方法 一个女孩 有补救方法 就是她打电话 去她男朋友 就骂她 但她剪了 怎么打 用电话 就打她 骂她 原来 剪那张卡 用剪刀剪是不行的 那要骂男朋友呢 男朋友教她 接着男孩 就跟她说 你现在才知道 要去台剪 然后女孩说 一轮粗口 然后说 你不早点跟我说的吗 蛤 你没事啊 那些 这个 那你想当年那时候怎么样 不是我啊 我的朋友 有什么反应 这个是没有身体伤害的 没有没有 这个是心理伤害的 精神伤害 不是第一次的 那男孩怎么样呢 就是 在我耳边 不停在那里 不说粗口 那样 说他瘋了 人都知道 一定是想 回台剪的 自己同手剪 以为自己是机械人 明白明白 然后严重的 又是听我朋友说的 我记得明白 中学时代 听我朋友说 那有个 女孩 不是姓蘇的 她姓 姓 姓斯的 哇 言之有谋 哈哈 接着之后 那女孩很喜欢那男孩 那男孩就不太了解她 是 接着之后 那女孩 有一天 那女孩的朋友 就去了她班的班房 跟那男孩说 大件事 大件事 那是什么事呢 那就是 原来那女孩戒手 接着之后 一问之下 原来就是说 因为她不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又戒手 哦 即是她很喜欢那男孩 但是没有在一起 是没有在一起 那男孩不理他 接着之后那男孩 真的无耻兼冷血 有点觉得 你不喜欢人就算了 她竟然答别人就是说 说什么事 不是她戒手 那就戒了 戒手也不会死 哈哈 这样也可以 是啊 看看戒什么部位 戒手 当然她的用词是不恰当 是啊 但是她的决定是正确的 也是啊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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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 我们一齐了一刀手 就是这个台女 好像那些戏 一不合听 你叫我滑几下 你没有了唐眉 我听她说 我不戒手 我戒你那只手 那你没有了唐眉 你多没人啊 这个预期 我分享故事 只有这两单 马公子有没有 但她们都 一个就没有受伤害 另外一个都不是情侣 是啊 哈哈 马公子呢 我有听过旧同事 有个旧同事 跟我说这件事 是 她说以前有个恐怖的女友 问她有多恐怖啊 她就说 我忘记她说什么 因什么事会有冲突 就是会吵架 但是我叫完之后 发觉她吃早餐 我说吃早餐 她忽然拿东西插去大腿 哦 真的进入了那只 你说是什么 是胶叉 铁叉 铁叉 她说以前在外国 就是一起去外国留学 突然间一起吃早餐 吵架 她就拿起早餐 一下插去大腿 这么暴躁啊 做戏那种 她有没有转呢 转子叉 嫌她不够痛 我问她那怎么 她说痛啊 很痛 好像这样 流血了 我反而很想知道 如果这样的情况 她有没有去医院 我忘记了 好像 她就看你那时候 还是插着 不要分 不要分 没事 你不理她就没事了 但就没有像这一单 抓住那个女孩 没有 应该都是大肆 化小 可能外国每天都有发生 也是 不出奇 鲁呢 我就是 自身机会有什么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件事 有几个问题 我想问 是 是不是这间公司的 因为她刚才说 她去不成迪士尼 但其实迪士尼 以我所知 其实营业时间都可能有晚上长 所以就说不知道她睡到几点 所以 她来到10点左右 可能睡到晚餐 你真的 一去玩 就由早上玩到晚的 你都四点钟起床 那你玩 如果是近期发生 迪士尼都排很久 我刚好在迪士尼 撞过马公子 又分了 分了 分了 真的看不到排队 对到眼 有个人看什么 我看了什么 我看了很多眼 都是排队 你不认得她吗 还要很随便打个招呼 好像平常上班 排队 你跑了多久 我还看到她说 你那个跑了多久 那个游戏跑了多久 说起来都是用一个钟一个钟 这样计算的 你想想一下 一大半天 我当去六个钟七个钟 可能你玩得四五样 不是 玩最多的就是排队 对 最长时间 玩排队 玩排队 那游戏 我就遇过 我就遇过 我的恐怖诚人 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没有 但是我有个朋友 就是为情生 为情亡的人 为情亡 对 他想亡 亡亡 为情亡亡 你不清楚 为情亡亡 不是为情亡 亡 亡 是两件事 因为他本身自己有些重度的抑鬱症 是 是 是不是你上次之前说的 是 就是上次之前那个 结婚那个 结婚之后 就可能 知道他最近 突然间深夜 突然间 就会发一些铁文出来 就说自己 不开心 不开心 要谁谁想追回我 哄我 之后隔了第二天的早上 突然间有些 割了物的照片出来 然后就要求我们的人争取我们的支持 就希望 什么 投票 投票 就是其实他争取我们的朋友的支持 他是不是有一个人争取他就多画一下 一个静子 对啊 类似这样的样子 之后我试了最不开心 就是见过有一张照片 他坐在天台那里 就是一只脚 下面就已经是一个很高空 多少楼啊 我想应该有三四十楼 所以我看一看 他应该是我见过最恐怖的恐怖情人 但我想问他 他为情欲亡 他是不是这么多年都是为同一个人呢 为不同的人 那没什么 那没什么 博爱一点 我以为来质疑别人的爱 但就作为朋友 我又会很想安慰他 我意思是 你怎么能来一世啊 你每次都这么尽 那可能迟一点 拍一下就醒觉 就开始出家 你都说快点 拍一下就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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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出家了 这些是这样的 噢 不要这么看的 是不是 我说之前 我有一件事很想说 就是 各位记得点赞啊 记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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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女朋友的经验就是你 我很想说 我不是说女朋友 我说男朋友 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发生的 嗯 那些中学都 都不是一个好学生的 都是一班人到处去玩 那其中有一对情侣就是我同学 我跟我男的比较熟 跟我女的比较熟 但是女的也算是 颁花 酷花 总之女三名的了 漂亮啊 那那个男朋友就追蹤他 一齊了 整天都很恩爱 那突然间有一次 那个男朋友就上了 我不知道上了我的家玩 还可能呢 我又要忘记的 就听到 他就知道 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打给他女朋友 聊电话 嗯 那他就觉得是有QK 我不知道他怎样觉得是有QK 因为我们也不会听到他的内容 他用我家的電話打完他之後 說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否那個女人咳嗽 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出去 找那個男的 算帳 然後他就很生氣 我不抓到你 我不姓媽 然後他一拳打到家裡大門 我們就 看看是怎樣 拉著他也好 看看戲也好 你是不是真的夠膽子 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那個男的 找了一整晚 我們就覺得 沒有戲看了 沒有戲看了 然後我說不如走吧 夜了 然後他突然說等一下 然後整班人說幹什麼 送我去醫院 我剛才那一招好像打裂了一隻手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醫院 醫生就問他 你的手怎麼弄傷的 他說我刪鐵閘被門夾傷 醫生第一句就說不像 不可能的 真的 這個就是我 在中國遇到的恐怖情人 完全是陪了夫人 又接兵 最後還要是 事後回合 打給他女朋友那個男的 跟他是沒事的 但是他因為這樣 跟那個女朋友分了手 還分了手 他的手還斷了 然後隔了不久 那個女生還跟另一個男的 他還在一起 這次真的失敗了 這就是我的經歷 有有 千萬不要衝動 千萬不要衝動 冷靜一點 在這些男女關係中 衝動沒有什麼好處 當然這次是女的佔上風 但是一般情況下 男人恐怖有力 你有什麼事 不要難聽些說 譬如拿刀砍你 你打算抓住他的手 可能你太大了 把刀砍他 有機會 有機會 這個世界有什麼不會發生 向天開槍子彈 他可能會打到別人 有 譬如你老朋友很生氣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你會怎樣解決呢 就是去迪士尼 我們由中學一路儲錢 一元一元地儲錢 終於儲到去香港玩迪士尼 現在我們有機會 誰知就是因為你昨晚 昨晚還在網上加班 OT得夜 然後就是為了你們的將來 想要共鞋連理 夜了睡 之後起不了身 去不了迪士尼 你還怕充足休息 就關上罵鐘 誰知不忘了再開 出事了 女朋友發了脾氣 那你怎樣去挽救這段關係 小仔你會怎樣搞呢 我啊 沒有啊 我都是同一招 就是 街不街 哈哈 語氣很像 語氣有點像 很像 語氣有點像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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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明天再去好嗎 這樣吧 但是我們儲了很久 我們從中學畢業一直儲到現在 然後抱著她 不要讓她說話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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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OK 打你 沒有啊 都是這樣的 是嗎 我最擅長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 阿樂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怎樣解決 撲釋她的路口 偷到阿樂又怎樣搞呢 我呢 就這樣的 我就立刻 不要想到的士來 立刻買雜花 立刻去找附近一個花店 你走得開嗎 那預訂了嘛 他什麼嘛 立刻訂了嘛 他去不了的士 他趕快坐車去黃竹坑 說他永遠睡覺 哈哈 收回雜花 我就立刻買雜花 哄女朋友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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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先做好一些事情 那之後再承諾他 下次我們再去海洋公園 加特士來 一起玩好不好 然後他跟你說 你上次也是這樣說 哈哈 哈哈 那我跟他玩幾次 哈哈 只有我跟他玩幾次 無解 我覺得即時的道歉是最重要 因為始終是你自己引發這件事 我覺得道歉是最重要 你要讓對方告訴你 香港真誠的協議 而不是真的有心故意不去 這個是最重要 對 對 那你們呢 馬公子先還是怎樣 馬公子 如果我這個情況之下 第一時間就問AI 哈哈 問得及嗎 OK的 為何解決這件事 是吧 我是AI 給你們的回答我更加好 我相信 你呀 你是不是在廁所看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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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來 拍了門 不碰到 不碰到 好像什麼 好像閃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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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一下 AI是怎樣算 怎樣算 謝廖頓 嗯 到我 每個人都這樣回答 我唯有回答一些古怪的回答 應該一來就可能跟他說 你是不是很準確 去之前 你先給我電話給我看 好 現在就要檢查你的電話 我現在給你一次機會 你有沒有騙過我 哈哈 哈哈 用惡人線告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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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怎樣回答 如果他死都不給 那你可以借些食材上去 如果他給的話 你就會說 我們不如去看日落 哈哈 哈哈 OK OK 就是看他的反應 如果他為何可以給你電話 現在是你不對 那你現在給不給 我明白你這些 將軍抽居 甚麼 你更加糟糕 看我怎樣 如果他給 很順滩給 那你乃上乃 乃上乃就沒辦法 要花多點錢 好 下次我試試 如果你看不到我上班的話 請你去醫院探望我 我沒有氣 哈哈 我們都是說笑而已 無論任何關係 包括工作 家人 情侶 子女 他的關係都是 就是 口角都盡量少 可面則面 用愛去包援這個世界 拿一件外套給我 哈哈 就應該世界就自回味好一點的 因為少了很多戰爭 就是我這句說話 雖然我說中文 但是我也都是跟 習連司機和拜登說 哈哈 沒錯 就是嘗試大家拖著手唱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對 說不定戰爭就停了 你唱多幾次 可能士兵都覺得 我們的最高統領都唱 咦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二戰的時候 德國和不知道誰打得踢球 對 有時候他覺得 你們都要和平 那我更加不敢開槍 就是所有關係都是以和為貴 是不是 用愛包含全世界 沒錯 就好像各位聽眾 如果大家都是有愛的 記得怎樣啊 阿羅 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給個讚我們 做我們的Superfans Superfans 超級粉絲 說得非常好 沒錯 不是你亦錯了Superfans 是超級多謝 超級多謝 Fans不是 對不起 你們都可以寫著 是他的超級粉絲 很介意的 那好啦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各位聽眾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幫我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